又要得到 又来找药啊 杜丫头 不过我看这找药是假 来看我是真的吧 我这次来是给清妃娘娘找药的 这些你有吗 这些都是名贵的药材啊 这样吧 我慢慢找 你先等一下 我让白苏先去给你 拿一些蒲莲籽 剩下的 我们上山去栽 你真有蒲莲籽 怎么 你都不相信我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都有 这蒲莲籽 难种 难摘 难保存 我来你这儿就碰碰运气 你还真有 想不想学 如果你在我这药鬼谷里 待上一年半才 我就慢慢地教你 怎么种这蒲莲籽 好吗 等我忙完了 一定找你学 先打药去 顾七尚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啊 我说你啊 你最近怎么变成 给陛下的妃子看病跑腿的人了 医者救人 我只是尽我医者的本分 什么本分 他们那么多的丫鬟嬷嬷 还用得着你吗 还要你亲自过来拿药 因为只有我跟你是很熟的朋友啊 对丫头 我劝你一句 你还是少跟皇宫里那些人来往 是 七尚 宫廷中斗 肮脏不堪 听闻这清妃 深得陛下宠爱 你还救了她的命 宫里其他的妃子 肯定恨死你了 你以为我想啊 我也是身不由己 顾七尚 谢谢你一直帮我 七尚 杭姑娘 你要的蒲莲子 多谢 我药也采完了 那我先走了 对了 七尚 等我下次来的时候 我一定帮你炼制几种 毒门毒药作为报答 明日复明日 不知道你下次来 要鬼谷是什么时候 你每次都是嘴上说手 从来没有实际行动 哎 要不这样吧 今天帮我炼药好不好 我 我今天还要回去做点心呢 下次 下次一定 啊 你先走 你先走